字幕提供 話說昨天已經拍好所有影片 昨晚打算剪片的時候 打開卡 就沒有了 它死得很有趣 它是分布達成的 前天帶前天拍的東西都有 是昨天的布達沒有了 那怎麼辦呢 就唯有今早早點起床 今早7點多起床 過來這邊吃飯做餐 再拍過 其實昨天也不是說做了太多鏡頭 今天補回都沒所謂 主要做了什麼呢 話說昨天做健身 做完健身之後 就下來了啟業大排檔 就是九龍灣的啟業村大排檔 主要是因為 大排檔9月就會拆了 現在去向是未知的 究竟拆了整個冬菇亭 還是會重建 接著人們再入伙 再繼續做 未知的 但是很想拍一條紀錄片 就記錄下這個冬菇亭 因為從小到大 它開了三十幾年 從小到大 說廿多年 都來這裡吃飯 所以都有一些情懷 想拍下來 好了喝完咖啡可以走了 話說剛才吃早餐的時候 一進來 那個阿姐跟我說 叫阿Kid 她說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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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聲地跟她說 然後她說 是這麼精神的 然後我不是很睏 慢慢聊起來 然後她都寫了很多這裡的資料給我聽 遲些可以寫下去 她去訪勞 或者一份VO 好了 我很記得了 昨晚就是在這個位 在糾結 然後進去跟老闆聊 因為這間 聖利 聖利 就是由小到大 一間大排檔 那 老闆應該都 都叫 見過大家 應該比較容易聊 對 那一間 嘗試找老闆 聊遲些 進去 如果拍攝 或者做訪問 她就是不用了 希望肯定 好了我回來了 因為其實已經昨晚進去了 那進去之後 就拿了一張卡片 拿了一張卡片 那老闆都蠻好 她說如果之後拍攝 要租場 或者 要做些什麼 可以打電話給她 因為她昨晚在喝酒 那也沒有空 我招呼朋友 好 除了從小到大之外 其實 香港的文化大排檔 是其中一個很 很Iconic的標誌 所以如果就這樣 撿了 都很可惜 那暫時都沒有想到 如果拍照片 是給這個大排檔 會用什麼方法去表達 那 其實都會配搭的 譬如 可能配搭了 我拿到什麼料 還有 拍了什麼 然後 Vo 會是怎樣 然後再決定 究竟是一個 一分鐘的Documentary 還是一個 三分鐘 或者五分鐘 的紀錄 那這個都要再想 對 對 那接下來 除了自己想拍一些Documentary 之外 其實都 申請著某些基金 想嘗試拍一些短片 那它又不是很多 所以我想 至少我不用自己拿一些預算出來 因為 租場 和器材 都 國開支很大 那希望 可行 那今天呢 也都會去 幫忙拍另一條Documentary 就是 之前幾天呢 講浪三位朋友呢 他今天會出書 那幫他 那自己都會在旁邊書一些 然後 找他做Vo 那試了第一條Documentary 那之後 如果大牌檔聽了 整天有兩條Documentary 那 就有兩條片 做Profolio 另外還有我之前的Work 那 希望對我接下來的路有幫助 八十點半了 約了十一點 走了 這條課 晚一點出啦 Bye 下次過來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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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我啊 天天我都做虧心事 拜拜 再過來吃東西 下次過來 好啊 好啊